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恋爱有很多种样子,有的人恋爱,永远是男人在照顾女人,有的人恋爱,是两个人在一起相互支持,一起进步 其实,只要是两个人相爱,怎样的相处模式都没有关系,两个人自己喜欢,能够接受对方给予的一切就够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恋爱,都是两情相悦的 在有些人的恋爱中,两人看似很和谐,但其实是某一方的单方面付出和迁就换来的 男人总是理性,女人总是感性,有很多男人,在一段感情里,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而大多数女人,都是为爱付出全部 所以,常常有女人在感情里很受伤 她在学习,别的女生在恋爱的时候,她在看书 从小到大,她基本上没有什么自我,父母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 上班之后,这个感情经历,一片空白的姑娘碰上了张宇 张宇被秦月的乖巧可爱所吸引,然后开始追求她 乖乖女秦月抵挡不住张宇的爱情攻势,自然是沦陷了 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张宇总是说秦月乖,还说让她要一直乖乖的 秦月还觉得很甜蜜,觉得自己的男朋友很好 但是慢慢的,秦月发现张宇是个很爱熬夜,甚至是通宵的人 她的生活作息一点也不规律 虽然秦月觉得这样对身体很不好,也告诉过她很多次 但是她并不会过多干涉她的决定 但是张宇就不一样了,她一直都知道秦月是个很乖的女孩子 一开始还每天都劝她早睡,不要熬夜,秦月也觉得很甜蜜 但是后来就变了,慢慢的张宇就开始要求秦月不要睡觉 叫秦月陪她聊天 虽然秦月很想早睡,但还是因为张宇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晚睡 还逼着自己去学张宇喜欢的游戏 但是对于秦月来说,这并不是她所喜欢的生活方式 她也和张宇郑重地讲过这件事情 但是张宇还是每天都不让她睡觉 缠着她聊天,让她陪她玩游戏 秦月觉得很累,每天上班都没精神 但她一直都在妥协 经常上班回家已经够累了 还要陪张宇聊天陪她玩游戏 然而张宇对秦月的要求还不仅如此 她说喜欢会做饭的女生 还说公司有个女同事做饭很好吃 叫秦月去学会了来做饭给她吃 不仅如此,张宇还干涉秦月的交友圈 她不允许秦月周末和朋友聚会 更不允许秦月有异性朋友 最初秦月还觉得这是因为张宇爱她 在吃她的醋 可后来张宇和公司那个会做饭的女同事 没来眼去时 秦月终于才明白 张宇从来都没有爱过她 才会提出那么多过分的要求 女人总是太天真 把男人嘴里的承诺当真爱 殊不知 爱到深处时 言语是无法表达的 只有行为才是爱情的最好证明 一个男人 他若真的爱你 就不会那么自私地不顾你的感受 提出一些让你无法接受的要求 你迟早会明白 对你提这些要求的男人 其实不爱你 别再一厢情愿了 要求你晚睡 陪他聊天玩游戏 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习惯晚睡 有的人作息很规律 但是两个人成为情侣 就应该尊重彼此的生活习惯 事实上 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是以一辈子为前提 那么生活习惯就会逐渐融合的 真正爱你的男人 会尊重你的习惯 并且以好习惯为标杆 逐渐改正自己的不足 那些总是不听你的意见 要求你陪他聊天 或者是打游戏的男人 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你的 而是把你当作他晚睡时的陪伴和消遣罢了 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是不会得到他真正的重视的 就算是在一起的再久 他也不会为你改变自己 只会一味的对你提要求 让你迎合他 所以当你习惯早睡 而男人明知你的习惯 却总是要求你陪他晚睡 可能早就不爱你了 你也就没有必要一厢情愿了 要求你不准和其他异性来往 总有些女孩子 热衷于言情小说和爱情剧 觉得霸道的男人很有吸引力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霸道应该是有限度的 有些男人谈恋爱之后 就会要求自己的女朋友 不要和别的男人来往 一个都不行 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正常的社交 无所谓是男性还是女性 有些女人会认为 男人不让自己和别的异性来往 是因为对自己的喜欢和占有欲 其实完全不让你和别的男人来往 不是因为爱 而是因为你当作私人物品来占有 说白了 这样的男人骨子里是没有温情 只有大男子主义的 他根本就不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 要求你做他的保姆 男人和女人相互照顾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应该相互扶持 一起进步 但是如果男人什么事情都不做 却要求你去学会所有的事情 在生活中做他的保姆 那么女人 你会觉得这个男人是真的爱你吗 爱情不是一方的高高在上 和另一方卑微的付出 把你当作保姆的男人 嘴上说得在好听 但他骨子里是不爱你的 所以 别在错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一厢情愿的付出 换不来美满的爱情结局 和一个人心意相通的感觉 是如此的美好 所以 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够 遇到一个好男人 和她开始一段甜甜的恋爱 但是 女人一定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了 那个总是对你提要求 自己却没有任何一点 付出的男人 其实并不是真的爱你 一厢情愿的付出 是不会有结局的 你要知道 如果你一直在错误的男人身上浪费时间 那耽误的是你自己的青春 最后受伤的也会是你 他不爱你 所以可以说走就走 但是你呢 就没办法那么潇洒的转身了 所以 女人在爱情里应该有所保留 你可以爱她 但不要付出全部去爱她 给自己留下一个纠错的余地 爱错了人 还能够挽回 请不吝点赞啊